謝謝小時候的經歷 感謝小時候的經歷 只要你窮怕 你長大就知道說 如果你有努力的機會的時候 做到機會就不要放心 哈囉 再一個休息嗎 好 好 好 我的個性就是 要嘛不要做 要嘛就做到底做到最好 夜幕低垂 滑燈初上 這間位於中和的 複合式燒烤店 每到下班時間 總是人生鼎沸 越晚人越多 越夜越嗨 一個月來好幾次 東西好吃 然後價格又親民 主要是因為它東西好吃 它符合大眾的口味 因為它的分量滿多的 我就是這邊的常客 那這邊 我會常來是因為這邊口味多元化 光是看這店裡的人氣熱度 還沒點餐 就讓你雞腸目露 其中讓客人像著樂模般 三天兩頭就來報到的 是店裡的招牌 麻辣燒烤魚 只見一整隻魚 躺在紅通通的辣鍋中 鮮嫩的魚肉 吸附辣汁 香麻帶勁 刺激著味蕾 搭配蝦子 豆皮 玉米筍馬鈴薯等 一整鍋滿滿的配料 超級澎湃 讓你忍不住 多爬好幾碗飯 它的燒烤魚真的很特別 我去大陸蠻多燙的 吃過蠻多的燒烤魚 就是味道都沒有他們這邊來得好 魚的部分其實也蠻拉條 然後肉也很緊實 吃起來就是很難 因為我自己本身對海鮮會過敏 所以有的店我真的都不能吃 那因為我吃一次我覺得都沒問題 沒有過敏又好吃 所以我都一直帶著 讓人讚不絕口的好手藝 是出自七年六班的張家榮 光是麻辣湯頭 它就結合了 將近三十種的中藥材精華 因為它每一種有它的藥性 它有些加多的話 就是會搶味道 比如說像香茅 那種香茅它的味道 是比較野的 就可能說不要放太多 那像木香 一大鍋燒烤魚 可能頂多只能放個三片左右 很像有些人討厭香菜 你一吃這味道很明顯 就是不會有一個協調性在 為了找出藥材的黃金比例 張家榮至少花了四五年的時間 一直不斷地嘗試調整 我們的花椒是用那個梅花貢膠 就是以前那個進貢給皇帝皇上 它的特色一般的花椒是開口 就結束了 可是它是三半到四半 泡起來像一朵梅花一樣 它的香氣就是比較清香 比較不會像一般的花椒 橫葉這樣子 聊起中夭材就如數家珍的張家榮 人稱阿榮 本身念的是餐飲食品科 因為家裡經濟環境不是很好 從國小 他就要幫爸媽做小吃的生意 也練就了一身好手藝 那其實這個難不難啊 包藥 大概一個多一才會 最難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在收尾的時候 很容易失敗 對 失敗 你看它收尾的時候 收尾如果說沒有收好 到最後那個地方的時候 它的那個地頭會很厚 正常來講是要堆疊 一層一層堆疊這樣 那如果說你一直重點的話 到最後面人家就也吃到 一點那種損心沒有透的面膏 事實上它有手它只是比較乾 阿榮開玩笑地說 這間大約七八坪的小吃店 就是它童年的遊樂場 也是一家五口生計的來源